Honda Jazz EHEV 我想大家之前都聽過不少介紹 無論它的性能、運能技術各方面都很熟悉 但我最近認識了一位用這輛車做教車的教車師傅 最有趣的是,它不是買行貨 而是特意在日本買一輛水貨全新車回來 為何要這樣做呢?難道真的貪過癮? 之前都看過行貨 因為本身我們是做教車的 看過行貨它的規格和水貨的規格有少許分別 因為本身這輛車都是用來教車用的 有些功能上的東西我們未必需要用得著 有些豪華上的功能未必用得著 可能小功能上的東西會比較方便 還有希望可靠性會再高一點 少了些甚麼和現在的行貨有甚麼分別 可不可以和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本身我這輛車沒有防追撞功能 本身考試是不需要用到這些功能 所以我們可以的話就盡量避免用這些功能 因為有時考試用這些功能就會干擾了考試 日本版有不同的版本 亦提到其實它在操控上的護船半徑 跟行貨有分別 有甚麼分別呢 行貨是屬於豪華版 它的軚的設計應該是快軚 即是跑車軚的設計 操控上應該會更加好 所以回旋半徑會比較大 但我們的基本版本 因為它著重家庭用 所以回旋半徑相對會比較小 行貨的數字應該是5.2米 如果基本版本是4.9米 雖然它很好駕駛 但它的懸掛與行貨有些分別 有甚麼分別呢 自己覺得在避震方面 會比行貨軟一點 剛才所說的 行貨設定是跑車的味道比較重 所以懸掛方面應該會比較硬 而普通版本是著重家庭用 所以它的避震比較軟 TRAWS 您是教車的師傅 用這部Git的運能版 去教車 其實有甚麼優勝之處 對於學員和教車來說 運能版本是很適合用的 因為最主要的運作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停車開車 慢速停車開車慢速 如果用傳統引擎 當它停車的時候 其實引擎也在用油 但如果我們運能車的話 停車時會用電池發電 用電池去操作冷氣 或者運作 那些便會節省很多油 剛才說到油耗 可否跟我們簡單說一下 這部車的油耗對於你來說 節省不節省呢 因為我之前是本田的 是GK 的 純電油引擎的油耗 與運能車的對比是很大 以我們教車的運作是很大 耗油量相差都相信超過接近一半 因為我們都是慢車居多 可能比一般用家的油耗是會高的 但平均耗油量 一公升大約可以16公里或以上 平常都要停停停停停停停 以往用汽油車的話 對於波箱的負擔負擔負擔 其實現在使用這部車 對於波箱負擔和車的保養 會不會更加容易一點呢 不需要再擔心很多東西壞 對,因為之前用電油車 電油車的慢車、行車、停車 波箱的損耗和量 它的溫度都很高 所以保養方面 便是要勤勤換波箱油 相反運能車 停車、慢車時 引擎未必會運作得到 變成波箱損耗壓會低很多 為何會買一部車 而不是買Pierce 這些常用的教車運能車呢 Pierce 本身是很多師傅之前都在用的 因為始終它的年份相對較舊了 而新款亦未有 變成很多師傅可能都要選擇一些其他品牌 去換車 始終我們身頭工具都不能太容易維修 即是盡量避免維修 保養 雖然是不用怎樣保養 始終你每天都是這樣用的 有甚麼換機油或其他問題 你需要幫助保養嗎 跟一般車沒有甚麼分別 都是定期換機油、油格 波箱油就看根據廠 其實廠都可以有一些建議 即是我們可以讓廠換得密一點都可以 其他就沒有甚麼特別事 一般是正常車的操作 本身都有駕駛很多一代的Jazz 這麼多一代以來 改進的地方在哪裏呢 最大你感覺到的車是越來越硬朗 越來越靜 因為之前的頭一兩代是比較吵的 變成開始越來越硬朗 安全感會高一點 還有現在新車的安全系數或設備也高很多 變成是一輛好的車仔 這一類型的車現在是混能車 多數是馬達發動 駕駛起來好像有這樣的電動車 其實對於新手駕駛者或學車來說 其實是否一件好事 其實以新手駕駛來說 操作上是會更加容易的 因為用電摩打去操作 動力相對比較線性 操作油門方面會比較容易 就不會像電油車一樣 有時會太大腳油 學習時會輕鬆一些和容易掌握一些 剛才提到的一代舒適和寧靜 都比以前優勝 但很多Jasmine來說都會覺得是過份家庭 或是沒有了以前的玩樂味 你又怎樣看呢 可能廠的一個轉變方向 在原裝外形上 可能比較家庭或是沒有那麼跑味 所以通常都會加上一些包圍 令到它跑味或年輕化一點 操控上的都可以改善 例如一些換避震 或其他東西 另外你的水貨安裝了Mojo X 的包圍 為何會有選擇一款包圍 不選擇無限的呢 個人喜好 因為無限設計其實比較漂亮 但因為香港比較多 其他人都會安裝無限的 這套包圍車道是可以獨立訂得到這套包圍 所以便訂了這套裝在這車上 大約是兩萬美左右 兩萬美左右 大約這個數字 最後都很想問問各位教車師傅 用甚麼車做教車的胎 不妨在留言區說說 另外亦要說多一次 Charles 所說的油耗數字 是基於他教車而得出的結果 而不是一般大家日常應用的數字 所以都想問各位車主來的油耗是多少 都不妨談談你的慳有心得